好,来看到,相信大家在今天的早上都感受到天气非常的寒冷 那么上周末的好天气,周日起就逐渐的转冷 那么周一以为很冷,周二更冷 寒流来袭中央季象署发布了低温特报 最冷时间是周二到周三的清晨 低温持续会到周四 周五之后呢,才会逐日的回到舒适的温度 也提醒民众了要做好保暖 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长者要留意身体的状况了 目前入冬以来最强寒流持续发威 周央季象署还为此对全台21县市发布低温特报 受到寒流和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全台23日又湿又冷 花冬为阴短暂雨天气形态 季象署也针对花冬发布有持续10度左右 或以下气温发生的非常寒冷橙色灯号 民众这几天要做好保暖 222324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高压出来 高压的梯度线 这个压力梯度线蛮密的 压力梯度线密的时候就表示高压蛮强的 然后越密风越强 所以这几天我们在花园这个地方都有发强风特报 所以温度会低 然后风也会比较强 然后风强又冷的时候 又下一点雨的时候 TiKan温度可能会更低 所以你早晚的时候 你可能还是要去注意你的天气情况 然后去适时的添加15 然后到25号我们就可以看到 高压开始慢慢出海了 然后梯度线 压力梯度就慢慢的松散 没那么强 然后高压整个出海以后 整个花园天气大概就会好一点点 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一周花园的天气 从今天开始可能就是慢慢的 逐渐的就会比较回溫一点点 但是早晚温度还是蛮低的 如果早出晚归还是要适时的添加15 周三起水气减少 周四寒流才会减弱 气温才会逐日回升 不过到了周末水气又会增加 除了低温与降雨 气象鼠还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提醒民众 周一晚至周三清晨最严寒 花冬最低温预计来到10至12度 有心血管疾病或长者 留意身体健康加强保暖 也注意电暖气等使用安全 记者长包院华林士报导